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咦?星爺籌備三年那套美人魚 終於出爐了 明年新年就有得看 不過這條trailer在網上就有很多腐皮了 有網民說 預告裡面,你有沒有抄海拆王 看來套片 都是玩特技 周先生真的不適合做導演 算吧你! 可以肯定這樣講一句,這次這套美人魚 真正放在香港市場 在大陸賺水 你可以看到裡面,最多都是五個香港演員 星爺再感下去 很快大部分香港人都會反距 又是西遊記段 soundtrack 真是這麼一面倒 不知道行內人又怎麼看呢? 有份客串的Copy,許亞婷就說了 其實我都知道為何會這麼大反應 對這個trailer 很大,我都不知道多幾年 大家都要習慣 但差不多很多電影都是用內地的演員 也挺有Point 不過你有份拍,當然是這麼說 好,我先問一個跟套戲無關的邵子豐 我反而很期待 我反而很期待 不是,阿正不太好笑 阿正在莊先生近期的套戲都用阿正 那我跟阿正,我跟阿正有宿 阿正是一個 阿正是一個 未被完全發覺的一個 很厲害的戲劇 令我鄧昭一向都很厲害 但我走過去浴缸那兩個 其實前面那兩個 左邊那個扮女人 扮女人那個肥女和中面那個 如果我沒有看錯 應該就是 我們有一套網片叫做 《漫漫上不道》 現在又有一套叫做 《大俠王飛鴻》 他們兩個是笑死人的 是很好笑的喜劇演員 其實他現在裡面 你看到他選的演員 全部都是一身功夫的喜劇演員 所以他是 不是隨便 他是很有心思 咦? 連平常說話出名夠Pod的邵志豐 都是這樣稱讚 以前跟星爺合作的田雞 田雞問又怎樣看呢? 會不會配合好似呢? 是什麼? 工夫的時候不先用 現在是連工 主要是音樂合不合的畫面 還有他現在是一個 叫做《向香港一點點子》 《向香港一點點子》 我們一聽下去就很熟悉 聽他們說話有幾有道理 不過都是一段trailer 到時等電影出街 看看是不是好不好 檢查看 超級通知的 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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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